昨天,2018年诺贝尔生理学获医学奖揭晓,这次获奖的两位科学家是美国的詹姆斯·艾利森, 和日版的本树佑,他们两个人的贡献,都是在癌症免疫疗法方面,其实,在癌症免疫疗法领域,还有位要不过去的科学家已一直备受专业人士关注,他就是美籍华人陈列平。 这次陈列平没有被联络奖或奖名单中,很多人为之惋惜,比如,国家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王小东评论说,本树佑的发现和抗癌药物无关, 艾利森的发现无法解释为何PDE如此重要,两人得奖的真正原因,是PDE抗体是神药,而从理论到世界,把PDE抗体推到现在的是陈列平。 其实比陈列平未能拿到诺奖更让人不理解,而是他曾长期在中国大陆遇冷。 换句话说,他之前是一位不受待见的科学家,插队青年变成顶级科学家于一般青少年时期,就去美国学习最终,只要成就的华人不同。 陈列平去美国的时候已经不早了,1977年,中国大陆恢复高考,的时候陈列平从插队农村考学了附近一科大学, 本科结束之后又考去了北京协和医学院重流医院研究所攻读硕士,在一般硕士同学里面,他的年纪已经算比较大的了。 他的硕士同学现在回忆起他,都说像陈列平这样的医科学生都非常勤奋,因为要弥补和综合大学学生的差距。 在北京结束硕士阶段学习后,1986年他来美国攻读学院病理学博士学位和从事博士后研究,结议后,他面临两个选择,要么是继续做科研,要么是进入企业做一些具体相关的研究转化。 他当时选择了后者,去了著名的跨国生物质药公司百诗美式硅宝, 这家名为百诗美式硅宝的企业,其实也是改革开放之后,第一个进入我国的美国药体。 目前国内医院常给我们开的多种心脏病,血压内药物都是他们的产品。 他的百诗美式硅宝,一路,也成为了首席科学家。 再后来因为当时世界主流观点,更倾向于用其他方式研究治疗癌症,所以百诗美式硅宝处于义务考量砍掉了所有关于癌症免疫疗法的实验室。 于是他离开了百诗美式硅宝,去了到美奥医疗中心,美奥医疗中心,建立一个新的实验室。 对就是传说中专门给美国总统看病的那个美奥医疗中心,这里对他的研究很重要,一方面是美奥医疗中心支持他的方向,另一方面是这里可以提供给他大量的癌症研究养本。 在后来,他在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建了实验室,又成为了耶鲁大学的教授,不管身份怎么变,他唯一不变的就是研究方向,一直聚焦于癌症免疫疗法。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一直到2008年,他在这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简单来说,就是他的抗PDEPDLE抗体药物,在美国进行的270床试验结果很好。 根据当时初步的判断,他的抗体药物在针对肺癌、顺癌、皮肤癌方面治疗效果十分明显,而且作为这个领域的研究代表人物之一,他相关的研究也不断在世界顶级遗史判物上发表。 从那时候开始,陈列平就和现在拿到诺奖的詹姆斯艾利森和本树佑等人一样,被认为是这个领域的顶级大神。 耶鲁教授回国研究授组拥有耶鲁大学教授头衔,同时自己的项目成果也十分明显。 陈列平教授后来参与了千人计划,打算带项目回归国内,可结果却出人意料。 2012年,他先投稿去了广东省,当时广东正在进行科研项目转化,从世界各地招拉人才,用陈列平教授自己的话说,就是,当时我希望从基础研究,转化医学到联潮研究,把美国的经验放到中国来。 据相关媒体的报道说,当时是多个评委中,一半以上都是院士,并没有任何这项工作的重要性,结果是申请的经费,被砍掉了90%,现在网上还能找到2012年广东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千人计划,陈列平教授团队的招聘信息。 招聘的是陈列平教授团队自筹经费B系列人员三名,岗位职责是开展免疫学、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实验,在国内一般科研项目,经费一般分为拨款和自筹两种,拨款就是政府出钱研究人员搞项目,自筹就是研究人员自己想办法筹钱搞项目。 有种普遍的观点认为,一般科研项目中拨款比例越高,国家对项目越重视。 2013年,陈列平教授转去了福建,以国家千人计划,和福建省,百人计划创新人才的身份回到母校福建医科大学,着手组建福建医科大学理医治疗研究所,并担任所长。 同样是2013年,陈列平教授在癌症治疗中,发现PDEPDLE信号通路,被科学杂志评为当年最为重要的科学突破。 陈列平教授曾经说,在耶鲁大学,我可以建自己心中理想的实验室,做想要做的研究,没有很多行政干预。 这一点在国内却有些不同,如果国内科学家这样做,需要面临更大的压力,因为中国科研政策的导向性很强,今年做什么,明年做什么,都已经设计好,否则很难拿到经费。 本文内容综合自公号知识本子,生物探索网站,第一财经的。 本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